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1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我是Cherry 中美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在即 有消息称中方在协议中承诺分两年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货 当中包括工业产品、能源、农产品及美商提供的服务 另有白宫消息指出,美方可单方面判定中方是否违反协议 并对其重新实施关税等措施,中国则不得反击 据南华早报与美国政治网站Politico的联合报道 中国将在1月15日签订贸易协议中会载民购买包括 750亿美元工业产品、500亿美元的能源、400亿美元农产品 及价值350亿至400亿美元的美国服务 据报道,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 在近日受访时警告,协议包括一个非常有力的执行机制 即签署协议后,若莱特希泽收到有关中方违反承诺的投诉 他有90天的时间处理 若他认为情况属实,美方有权采取相应措施 而中方承诺不予反击 纳瓦罗形容协议执行机制 对比世界贸易组织的纷争解决制度是非常有利 纳瓦罗还指出,网络入侵,盗却知识展权,强迫技术转移 经销,国企不公平竞争,汇立操纵及出口分泰尼至美国 是中国的七宗罪 签署首阶段协议后可解决大部分问题 他称,华盛顿对中国强硬及实施关税是美国经济强大的原因之一 中美签署首阶段协议后 美国会维持对中国征收的关税 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亦会随即展开 美国之音发表评论文章称 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认为 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只是暂缓了两国间的紧张局势 并不能解决很多根本性的问题 其中一些问题的演变甚至超出了决策者的初衷 很难再挽回 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主管的普拉萨德指出 虽然双方都有很强的动力保持经济联系 但是双方的不信任将在很长的时间内 对双方贸易和金融的流动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月13日出席一个论坛时表示 美军清除伊朗军头苏兰曼尼 是华府震慑伊朗的大战略一部分 又称震慑战略不仅适用于伊朗 中国及俄罗斯同样适用 蓬佩奥于论坛发表题为 恢复震慑伊朗的例子的讲话 阐述川普政府对伊朗实施真正震慑的战略 他说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令德黑兰更大胆 清除伊朗军头是华盛顿大战略的一部分 蓬佩奥认为 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打击对方经济 美国正处于上风 他指出美方的震慑战略不限于伊朗 他称 美国恢复向乌克兰提供军援对抗亲俄分离分子 美方退出美俄军控条约 针对中国美军近年则加强于南海的活动 以及对华货征收额外关税 都是震慑战略之一 同日 蓬佩奥还发表了题为 技术与中国安全挑战的演说 他呼吁美国公司在与中国做生意时 注意国家安全后果 不要牺牲美国的价值观 蓬佩奥对在座的美国科技产业领袖们称 在中共领导下 中国不认同自由市场经济 盗窃知识产权 他告诫美国高科技公司不要帮助中共扩展军力 或者加强政治压制 蓬佩奥接着提出三个确保 确保美国的公司不做加强竞争军力 或者加紧政权对其本国压制的生意 确保美国的技术 不给一个真的是奥威尔式的监控之国助力 还要确保不会为了繁荣而牺牲美国原则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 将于2020年1月20日举行 将触及双重犯罪条件 是否满足这一关键问题 有分析指出 如果法官站在孟晚舟一边 孟晚舟可能被释放 据路透社1月14日报道 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将在BC省最高法院开始举行 届时将探讨的问题是 美国以孟晚舟所犯罪行为要求引渡 而这是否在加拿大被视为罪行 倘若答案是肯定的 孟晚舟同时在加拿大和美国触犯法律 符合引渡所需的双重犯罪原则 据报道 加拿大联邦检察官在早前公布的一份法庭文件中称 孟晚舟的行为根据加拿大法律相当于欺诈 法院无需考虑美国制裁法 孟晚舟的代表律师团队指出 孟晚舟应该获释理由是 美国要求引渡的理据是 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但这在加拿大不是罪行 律师们认为 这不符合进行引渡所需的双重犯罪条件 因属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Yves表示 最大的法律问题是 双重犯罪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 分析称 如果法官站在孟晚舟一边 孟晚舟可能被释放 或者检方可能提出上诉 如果双重犯罪的论点不成立 听证会将在6月进入第二阶段 此外 BC省最高法院1月13日还宣布 拒绝传媒直播孟晚舟聆讯内容的要求 理由是 哄辩双方军认为直播或会损害孟晚舟 在引渡程序中的公平审判权力 由13间传媒组成的联盟指出 孟晚舟涉及欺诈 这在加拿大及美国都属于犯罪 符合引渡所需的双重犯罪原则 故希望可以在法庭上拍摄法官 就双重犯罪的裁决部分 广东省人民政府1月14日发布年度 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 预计2019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0.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同比增长6.3%左右 广东省成为中国首个GDP破10万亿元的省份 据观察者网报道 广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7万亿元增长4.5% 新增减税降费超过3000亿元 在对外贸易方面 广东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4.7% 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36.9% 中国海关总署同日发布了 2019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 数据显示 2019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为31.54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3.4% 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周志武表示 中国出口在全球十大贸易国中的表现是最好的 因此2019年中国有望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 2019年是美国政府大幅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第二年 中美贸易战虽然对中美之间货物贸易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整体的影响并非完全负面 在美国的关税制裁面前 已经深深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中国 反而在其他地区和领域获得了突破 据分析称 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 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关系日益紧密 贸易伙伴遍地开花 成为中国进出口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第二 中国民营企业首次超过外商投资企业 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贸主体 第三 中美贸易战没有打乱中国进行产业升级的步伐 机电产品仍是中国出口产品的主力 高负价值产品出口增速继续提高 1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法委首次公布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 测返中方涉密人员的真实画面 揭开了一起间谍案件的神秘面纱 据中共中央政法委旗下公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健报道 2011年某军工科研院所下属公司网络管理员成为 偶遇一名自称彼得的外国人 他自称是一名技术专家 想在中国购买一些技术资料 据报道 因成为工作的科研院所属于核心设密单位 负责内部网络维护的他 有条件接触到很多设密文件 据悉 成为为获取更高的报酬 共同窃取并向境外间谍情报机关 提供了该科研院所文件共5500多份 其中机密级146份 秘密级1753份 以及其他大量内部文件 随着窃取的文件越来越多 密集越来越高 成为心生恐惧提出了终止合作 这时彼得拿之前的事情当把柄 要挟成为继续提供情报 据侦办成为案的警员表示 彼得是专业人员 他通过和成为短暂的接触几次后 准确地把握了他性格中的柔弱 犹豫和不懂拒绝别人的特点 他料到成为第一不会拒绝他 第二一定不敢声张 成为没有投案自首 反而在彼得的步步紧逼下 继续窃取大量机密 据悉 整天生活在恐惧中的成为 于2014年辞职 2015年3月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对成为实施抓捕 2019年3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以间谍罪判出成为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蔡英文以817万高票连任台湾总统 有媒体认为 台湾民意明确拒绝 亲中政客和中共政权 《华盛顿邮报》近日刊登 台湾现任驻美代表高硕泰的评论文章指出 中国对台湾成功的民主选举感到恐惧 文章指出 北京把台湾活络起振奋人心的民主活动 视为对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威胁挑衅 尤其在中共于2018年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 打压香港民主运动之后 台湾选举意义重大 与中共专制与压迫形成鲜明对比 而中国也透过外交打压 假消息 商业渗透和经济控制 极力干预台湾政治 文章认为 台湾的民主成就 对那些被压迫的香港人 新疆维吾尔族 全中国地下基督徒而言 宛如一座希望灯塔 他强调 历史已证明 民主与专制不可能妥协 不可能共存 文章指出 真爱自由的人 永远不可能接受中国主张的一国两制 文章还指出 去年11月 香港泛民在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 台湾选民在大选投下支持 维护主权的关键选票 是人民自由意志与决心的又一次证明 在亲和民主胜利的同时 全世界应对中国进一步伤害民主 与重塑世界秩序的野心有所察觉 文章呼吁 包括美国在内志同道合的国家 不应羞于对台湾民主兴盛表达支持 其中 美国可派前内阁高级官员 参加今年稍后举行的 台湾总统就职典礼 或在双边贸易谈判 推动战略与经济合作 文章表示 美台之间强韧且持久的合作关系 将是印太地区迈向自由开放的具体保证 美国民主党将于1月14日晚9点 举行党内总统初选第7轮电视辩论 本次辩论重要性远胜前几轮 参加资格门槛也提高 华裔参选人杨安泽因民调位达标 无法参加这轮辩论 非裔参选人新泽西州参议员布克 则宣布退选 令这场辩论成为全白人竞争 据东网报道 2月3日将在爱奥瓦州举行总统初选 打响美国大选第一炮 第7轮电视辩论是爱奥瓦州选前 民主党参选人最后一次 在全国转播电视节目里的攻方 参加这次辩论的门槛提高 参选人需要在四次民调中 取得至少5%支持率 在两个以上的先行初选州份 取得7%支持率 以及在20个以上州份 共获得22.5万笔个人捐款 报道称 华裔候选人杨安泽只有两次民调支持率超过5% 因此不符合参加资格 而非裔候选人布克早在去年11月的第五轮辩论后 就陷入苦战 未能参加第六轮辩论 布克1月13日宣布 因缺乏经费决定退出总统选战 转回竞选连任参议员 亿万富豪前纽约市市长彭博财力雄厚 拒绝接受任何草根捐款 所以也没有获得辩论资格 据报道 桑德斯和拜登都可以参加第七轮辩论 此外还有马省参议员沃伦 米尼苏达州参议员克罗布查 印第安那州南本德市长布迪吉格 加州富豪斯泰尔 有选战观察家认为 总统初选电视辩论越来越白 不能掩盖民主党对少数族裔持友好的事实 但全白的电视辩论可能使辩论会无法深入探讨少数族裔议题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